经过多年与台大石燕林、河川局与国有财产署等等多个单位的协调 新义乡城有南西南岸的自强村坎角辽一带呢 终于在今年有13公顷的土地重新分割出来为国有地 而国产署更专程来到了新义乡为农民办理租约申请 让这年纪比较大的乡亲可以免于奔波之苦 农民将相关资料交给国产署工作人员办理 很快就可以拿到合法的租约 让坎角辽地区的农民都感到安心不少 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管长和我们乡长议委员、社议委员 我们大家共同集合来努力拜托我们的国产署处理 因为我们非常需要的就是农国问题 关于农国如果没有土地租约变成没有租金 所以说为了这稍有做李福川公帝那些人 大家都很感恩我们的农长 也是说好啦 毕竟在新乡有隔更地的农民也相当少 像这种可以直接放租给我们乡亲的话 我想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配感欣慰 位于陈友兰西南岸的自强村 坎角辽地区有50公顷土地 经过县长林明珍从立委任内的努力 终于有13公顷能够放租给当地农民 国产署长曾国基自动来到新义乡举办租业说明 以及申办服务 避免让年纪大的农民来回奔波 实在很贴心 那我们在这次的作业里面 所有的资料都帮乡亲打好写好 因为以往大概我们担心 有些年纪比较大的 甚至书写能力什么都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都事先帮他打好 只要他带身份证印章来盖个章 那就完成相关的这个申请的作业 经过我的努力还有我们县政府团队的支持 还有国产区的帮忙 就把这块土地变为农牧用地 也就登记为一般登记为农牧用地之后 就可以来放租 这样的一个未免服务的第一线的工作 实在是非常的落实 让我们这些乘租户 大家都非常的感激 其实砍脚辽还有靠山边的大片土地 属于台大实验林 因此无法放租 让耕作数十年的农民很是忧心 县长林明珍也说 一定尽力来向台大实验林协调 为农民争取土地权益 记者继续上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